联组会上 网络强国建设和高质量发展 推进科技创新成果产业化 推进生态环保产业高质量发展 加强新污染物治理等做了发言 习近平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 发表重要讲话 他表示 同大家一起讨论交流 听取意见和建议 感到非常高兴 他代表中共中央 向在座的各位委员 并向广大民革成员和科技界 环境资源界人士 向广大政协委员致以诚挚问候 习近平强调 2023年是全面贯彻 中共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 中共中央团结带领全党 全国各族人民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果断实行新冠疫情防控转断 全力推动经济恢复发展 坚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圆满实现经济社会发展 主要预期目标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迈出坚实步伐 成绩来之不易 这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致 顽强拼搏的结果 也凝聚着广大政协委员的 心血和智慧 习近平指出 过去一年 民革深入开展 宁心助魂强根基 团结奋进新征程主题教育 扎实推进政治协商 参政议政 持续参与长江生态环境保护 民主监督 积极推动海峡两岸 经济文化交流 广大科技界人士 积极支持参与科技体制改革 奋力投身科技创新 习近平强调 民革要在对台工作大局中 进一步找准定位 发挥优势 积极作为 更好团结海内外 岛内外 一切可以团结的爱国力量 不断壮大反独促统力量 共同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 要积极推动两岸科技 农业 人文 青年发展等领域交流合作 深化两岸各领域融合发展 习近平指出 科技界委员和广大科技工作者 要进一步增强科教新国强国的报复 担当起科技创新的重任 加强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 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 培育发展新制生产力的新动能 习近平指出 今年是人民政协成立75周年 人民政协要发扬优良传统 牢记政治责任 加强思想政治引领 加强专门协商机构制度建设 加强自身建设 政协委员要提高自身素质和履职能力 不断开创新时代政协工作 和多党合作事业新局面 石蔡峰 郑建邦 胡春华 王中峰 何报祥等 参加联组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